尽管台股昨天在国际股市的影响之下 回挡下挫 但新台币汇率暴升2.38角 外资是依旧持续的涌入 更有外资券商上调台股目标合理的指数到 1万1500点 有分析就认为这个星期30元汇价 以及万点指数目标渴望同时达正 热闹开场 国内公股投信业者挂牌蓝筹30ETF基金 宣告ETF市场天真新生力军 亚洲股会是昨天上演股蝶会长 尽管美股回挡压力导致台股徘徊9900点上下 不过国际资金涌入外资第八天买超 27号买超94亿元 更有美系券商上调台股合理指数到1万1500点 可说看好台股后市行情 所以这个钱进来股市 然后再把这个股市慢慢往上推 那1万1500是一个目标 但是我想台股往1万1000或10500 往前那个地方去迈进 是几率是还算蛮高的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27号升值2.38角 收在30.25元 28号延续涨势力道 以30.200元开盘升值5分 续创两年半新高 部分分析认为 本周新台币突破30元大关 以及台股万点指数 渴望同时达正 能够上万点很好 但是要站稳万点 把万点当作一个新的起点 而不是一个天花板 台股今天开盘走势 维持震荡格局 盘中下跌27点 来到9854点 分析师指出 外资内资持续走强下 但国际界包括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在内 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台股断线在9900点上下 盘整几率高 我们需要的恐怕是一种鸡尾酒的疗法 台股除了价要上去 我想量子增加更重要 台股年后一度成交量每日超过千亿 如今维持800到900亿元之间 尽管台股短期内要6度攻万点 难度较高 但国际资金如果持续涌入推升下 一旦上攻万点 将可能带动散户投资人信心大涨 进而推升指数向上 新代记事令家卫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